是的 沒錯 剛剛你聽到民運在講 這個所謂的房東的故事 之後你心裡會覺得 哎呀 怎麼會這種事情發生呢 幸好天可見人 這位議員還真的很幫忙 那個議員我們都認識 其實也蠻算行男的 他的老婆更是美到不行 好 但是不是重點 重點是什麼呢 幸好這個房客被逮到了 但是我們知道 其實在整個我們說 江湖走動的人 真的要路要走回來 是很困難的 我先請教國動委員 你也常常你之前在做立法委員的時候 你也去做更生人的這個協助 是 真的很困難 說臺中監獄聘請我當榮譽教委 師 現在改成教委志工 但是我教委不是一次一個 因為我覺得一次一個有點麻煩 然後我說拜託院方 那個監獄能夠把人集合在一起 大概都幾十個一直講 那有些時候 他們會給我們建議一些事情 建議的話我會把他們建議 包括大部分都講是他們的福利 對 我看過的人到裡面去看過人非常多 除了這些各位來賓所說的 包括他們酒癖流氓 殺人犯 淹毒 還有最高看到總統 你們知道看到總統是誰 你看到陳總統 對啊 都看了在臺東建議的時候 所以其實剛剛明明在講 陳總統看到你的時候有什麼感覺 他有沒有握著你的手 然後手也發抖 不是 陳水扁總統看到所有的立法委員去看他 他每個都會跟人家擁抱一下 結果那時候他不是要申請假釋嗎 結果那個蔡其昌跟我講 陳水扁也給你擁抱 說是啊 反正禮貌嘛 蔡其昌說我沒有跟你說 那個阿扁的打他派去 不是啊 他的意思是說他在因為頭腦已經不清楚 所以可以申請假釋的意思 因為連國民黨都擁抱 那還有什麼好說的 蔡其昌當時還是立法委員 不是現在副院長的時候 他這樣跟我開玩笑說你要看 我沒有跟你說阿扁的打他派去 那個假釋出來了 那其實剛剛民主所說的說 這些用別人名譽 然後其實包括租的人 其實另有其人 我看過一個最大塊就是張錫明 張錫明他租在海線重量級立委 他們隔壁一百多公尺 你說剛剛不是講說攻殲嗎 那是為了抓張錫明 是用裝甲運兵車攻的 你記得嗎 有有有 用裝甲運兵車去衝那個門啊 天啊 最大條的 看在房東的心裡面 心都要碎了 拿裝甲車衝我家 我告訴你 其實我們現在比較怪這個房東 八個月沒有跟他收付這個租金 其實他又不是做慈善事業 我覺得人之益盡了 那這個兄弟私信兄弟 他會這麼做 也不要太怪他 不怪他是為什麼 因為他是兄弟的本色 我跟你講 當兄弟有一個特質 因為我看過那麼多 第一個他敢賺 敢花 他敢要敢給 而且最主要就是說 你說他這個其實這些作為是兄弟的個性 我小孩要騎腳踏車 我就買個三台 要來騎著爽 對啊 我他這個煮牛奶很麻煩 因為飯跟牛奶分開煮 我加一個電鍋 這就是黑道的豪氣 先付我爸爸在這時候 他就跟我講說 有什麼兄弟可以認識 不能勤勾 他說不能生交理由很簡單 就是說你背對他不會去 就是說你看現在 有時候知道 黑道有時候比較大塊 但紅白包一次都包幾十萬 人家包包大包 你要包給你包得起嗎 搞不好人家包給你花掉嗎 到時候你要還包的時候 就沒辦法了 所以其實這些 我舉我自己一個例子好了 我選鄉長二十幾年前對不對 對 我選鄉長二十幾年前 有地方的我不能講黑道 大哥來幫我的忙 就在驚濤海浪當中 我當選了 是 當然後來這位兄弟也要選舉 那不是我出面 我爸爸想說他過來幫忙 應該包括紅白包人家也要選舉 選最基層的 不是議員 是鄉鎮民代表 鄉鎮民代表 結果你知道嗎 我我爸爸我記得 他包了好幾十萬去 還說這不是太少嗎 就這樣子 你等一下 包了幾十萬 你剛才說不知道這很少嗎 我爸爸說 鄉鎮長而已 你聽我說那時候沒有所謂的 鄉鎮代表 沒有所謂的政治獻金的限制 他就來盜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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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盜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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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生人要重駐社會 不是沒有辦法 而是說他特要一定徹頭徹尾 他把他過去的習性改變掉 如果沒有的話 他覺得這三五萬塊 這算什麼 你房東你也不要這樣 准自己大股顧著 沒有給你 以後如果有機會 我會回報給你 他的邏輯 就這樣子 我不騙你 對 我就住你八個月 老子我將來賺錢的時候 我就還給你 加碼 行不行 他內心上會這麼想 而且你說這個房東 其實他對他也不錯 還幫他找工作 所以我感覺他們私交 我覺得他們私交 應該是不錯 你說我意思吧 除了是房東 房客之間的關係 算是應該是私交不錯 聽在人家扣勞 說這個不錯 如果沒有錢 現在在看 先欠一個 老爸我不是賣 不可以 可是房東受不了 開什麼玩笑 我們這個小本經營 怎麼受得了 你這樣子呢 所以我覺得 即使大家認知上的差距 中共一句 兄弟 露磨 不是不可以交的 我是覺得這個 這個不可以賤交 因為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要背對他去 就是說他挺你的時候 他全力挺你 有事就知道 兄弟挺你 百分之百挺你 你現在你看 前幾天打死媽媽 那個教授的名字 他帶著他的徒弟 不是說叫他打 他就把他媽媽打婚 後來會死掉那個 對對對 那個年輕人 對啊 你看他叫他出手 他就出手 這兄弟的本性 說你叫 你要我挺 我就挺你 可是哪一天 需要你挺他 就是你要挺他的時候 你沒有盡全力 他一定會懷恨在心 所以為什麼 兄弟會害我兄弟 如果你如果不兄弟 你最好不要太多 為什麼 你現在吃香好辣 跟著人家去酒家 酒店夜店 人家找到你很爽 哪一天你總是要請 虧請人家吧 你請不起的時候 那恐怕狀況就不好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 他乳胃怎麼開了一個月 賺二三十萬 不開下去 原來背後恐怕 也是兄弟的問題 所以兄弟要金盆洗手 不是他自己要不要金盆洗手 他旁邊人不讓他金盆洗手 恐怕也有困難 是這樣沒有 這個案例很特別 想金盆洗手 不是想像那麼容易 對 因為我這個是遇到真實案例 因為我高中的時候 其實有一度 想說我們長小孩 好像玩得比較好玩 那高中的時候 因為辦公辦土很辛苦 然後我媽就很簡單 因為我媽那時候在台中開酒店 然後就說你來辦公辦土 你試看看 你就去看 你去那邊幹嘛 就端茶 端茶 炒菜 然後去看的時候 沒有 就這樣子 他希望他小孩子多念點書 你知道明佑這個人就是兄弟個性 然後朋友結婚 想說在廚房 打也很好玩 這邊摘個芒果 那邊拉個芭樂 日子很開心 結果媽媽想說 我老年我是混酒店 你這種小朋友看多了 怎麼行 好 你要混是不是 來來來 到我店裡當小弟 讓你知道什麼叫做黑社會 是這樣嗎 就這個心情 非常準確 大概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我進去之後 我真的看到之後 自己就不會想走那條路 我印象很深刻 真的酒店那個槍 什麼真的是會出來的 然後我媽媽也要去打 沒辦法 因為那你開的你要負責 然後就有一個大哥 幫他顧酒店的 所以還要找個大哥 來幫忙顧酒店 對 你要幫忙顧 是 那時候在那個石甲路那邊 太平交接那附近 然後那個大哥 後來有一天 我就去他的那個當鋪 我們說當鋪嘛 我就想說 當鋪不就是拿鑽石 什麼去盪的地方嗎 我們一般都這樣想 是 然後結果我一進去看 裡面像當鋪 裡面一群 都是恰龍恰風在那邊泡茶 那是地下錢莊 對 那個叫地下錢莊 或者叫什麼 機車 汽車 租賃公司 對 租賃公司 上面是寫融資公司 對 融資公司 然後我一進去才知道 原來那個寫一個當 未必可以是當東西的 然後一進去看 裡面真的是 全部都在裡面 全部都在裡面 所以陣融算普通的 對 然後一進去之後 我就跟我媽說 那時候看覺得威風 穿著花襯衫 然後都夾一個 那個黑色的皮包包 對 這一定要夾一個 好 我告訴你 那黑色皮包包是什麼 因為喝酒醉的時候 一個人喝酒醉 什麼東西都淘得出來 黑色皮包包是本票跟阿辣 對 然後他說 他就喝醉的時候 就跟我媽媽哭訴 他說 我不是要做壞兒子 我沒想要做壞兒子 我十二歲 在太平 太平那時候很鄉下 現在不鄉下 現在不鄉下 現在開發很好 廟口在家裡 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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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歲而已 出來結婚 結婚生子一對小孩 十幾歲 他十幾歲結婚 生子挺好 然後又再被抓進去關 出來的時候 孩子已經要讀國小 對 那個很辛酸 然後老婆也跑了 然後因為老婆希望說 你就走正規路 他沒辦法 又犯了第二次案 好 他就去大理石工廠 太平邊有台立 台立有很多台立糾工廠 大理石工廠 因為那邊有工業區 去那邊工作 工作半年 你知道大理石工廠也有一個特色 過去很多那種更生人都會去那裡 因為那個苦工 可是好賺一個月至少四萬塊 對 出來 兄弟遇到兄弟 以前的兄弟遇到嘛 因為總是會去小吃店喝酒 工人嘛 會去喝酒幹嘛的 遇到以前的兄弟 他說你做這個不行 你怎麼小孩賺錢 來啦 幫你補一條面路 輕鬆 一個晚上賺兩三萬 分到兩三萬 很輕鬆的 就是討債 討債 對 就討債 那一群人去討債 然後他 他在那個中間 就說他們最討厭一種人 一定要打到他吐錢出來 就吸毒的人 這種人一定要打到他吐錢出來 這是他們最討厭的 所以那一次之後 我跟他出去 出去玩 就我們去烤肉幹嘛的 你就會發現說他在家裡 面對他的小孩 他小孩跟他媽媽住在太平的鄉下 他又變了另一個人 變成爸爸 就變成一個爸爸 對 然後每次我們出去玩回來 就會跟我媽媽哭 因為我媽那個酒店 就喝酒 喝酒醉 又開始哭了 就說 奇怪 男人怎麼喝酒喜歡哭 對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大哥耶 是 我那時候記得 那時候為了保護自己 還買一台那個Mobo 850 大家還記得嗎 對 像坦克車 對對對 為了保護自己 每次出去有兩台出去 我印象非常深刻 每次一進去 東西放下來 就開始哭說 我也想要做好爸爸 我也想當好爸爸 你看假日我也要帶他們 到太平的農場去烤肉 可是現在怎麼回得了頭 怎麼回得了頭 每次都在講這些 我就跟我媽說 媽 你趕快回頭吧 不要再開這個店 是 然後後來 變成本來是你媽媽勸你不要惠黑色味 最後是你這個想惠黑色味的兒子說 媽 不要玩了 酒店收了 好 因為這個大哥就是這樣子 白天繼續討債 晚上跟你哭訴 然後白天自己討債 晚上自己哭訴 好 但是我們事實上 也有一些成功的案例 我左邊是一本書 這本書呢 是叫做牢騷 這裡面有一個人畫了一些圖 那裡面很多精緻的內容 這本書的背後代表什麼樣子呢 他這個背後代表的這個人叫做黑金城 黑金城是什麼人物 說這個張大謙的畫 一幅畫 七億元的話 他脫了不少幅 你看這就是這個 很會畫的這位叫黑金城 看他外表絲紋 他是可以聽聲 開鎖的 有沒有覺得嚇到 來有志 這怎麼回事 而且今天還帶著他的東西 他 他這個人就是 我們犯罪史上有兩個 讓警察最頭痛的 一個叫南偷 一個叫北盜 有沒有像武俠小說 什麼南 什麼南提北盜中神通 南偷就是新一名 辛苦的新一名 他很厲害 他專門去偷這樣子 他闖空門什麼他很厲害 其實正常因為智齡有分不同界的 也有文山智齡 馬桐小開的智齡 像他就叫北盜 北盜他黑金城 他專門做什麼 他專門盜 盜就是強盜 他到人家家裡面遇到人 他也會把他綁起來什麼那種 但你剛剛講那個 就是他這一輩子也遺憾 但是也是最意外的案子 就是魔爺金色 那他的角色有點像那個 你有看過那個電影嗎 周潤發演那個橫掃千鈞 他不是跟那個張國榮 還有鍾楚紅 他不是到處闖人家家裡面 然後張國榮還會翻跟斗 然後去偷那個名畫 有沒有 然後他上面不是還有一個老大 老大會給他目標 譬如說他給他說 你今天到新愛路一百四十一項 三十六號去偷這樣 裡面很多很多東西 偷完之後 大概七三分帳之類會講好 當他們都過去的時候才會發現 原來是汪傑銘的家這樣子 戀台生那不是我 戀台生的家 不可以確定戀台生不住這裡 那是黎智英 黎智英也出那邊 對 但現在戀人生沒有住這裡 所以偷不到東西 所以偷不到東西 所以他他就是屬於那種執行 就是他就是知道一個地址 然後帶著兄弟就摸黑 然後開鎖進去之後 翻牆翻牆 翻牆進去的時候 看到那畫一看上面 樹名叫做張大千 嚇到 一看張大千 張大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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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我感覺比中樂透還要爽 他那時候形容說 他他回去了想說 這不過就是一個外雙溪的 一個普通豪宅 一定很多價值的東西 外雙溪那麼一排都是嘛 一排都是好的人 對啊 這一進去他們講張大千 賣這麼好看 收藏張大千的話 一磅 兩磅 三磅 四磅 那整間廚都是張大千 他後來那旁邊那個 他跟他一起去那個 有一個也很會偷鎖 開鎖的 也是專家 他手弄到可以去把那個聽到 電影那個聽到聲音 然後去開那個鎖 對 他突然跟他講說 大個 這金好像是磨擬的金色 對 你說真的嗎 就去看 靠腰還有張大千的 那個落款的那個印章 這真是張大千 他說 嗯 他在那邊想說 做還是不做 因為他知道做了以後 一定大條 對 那你知道那種藍偷北道 一定最討厭做大條的 因為第二天一定上新聞 對 那一定會搞得人養麻煩 警察辦案什麼的 開始來 警察壓力很大 你竟然跳到這個國師 張大千家裡的話 那從那個 從那個上面下來 從那個警政署一直壓下來 你竟然那個警察 每天想到就是我恨張大千 他感冒熱 他那時候他聰明決定 他早就想到了 那可是這種東西 在眼前不偷 怕算 你知道嗎 真的 這個難得一見的東西 我都進來了 我都進來 又沒偷東西出去 不然如果道上講了以後 怎麼見人 對不對 他一搖一啞 偷 他就整個全部搬出來 回去很高興 他還在裝作自己很 自己欣賞那麼多東西 那他一直警方就在偵辦 後來他就因為這件案子 就打扛 所以他去做第一次大的 比較長的老 我在想 他當時在抽這個張大千的話的時候 心裡想說 這到底是真話還是假話 對啊 這麼多幅 你想看 這種感覺 像什麼東西 你知道 你進到一個房間 到處都是束手可得的 馬祖綠 祖母綠 什麼珍珠 鑽石 然後你會心裡想說 怎麼那麼多到底 這件是假的 會不會是假的 會不會是假的 但你一偷出來 如果報紙一說 昨天失竊的鑽石黃金 超過五億的話 你就知道 對啊 所以他當時偷完之後 第二天報紙出現什麼事情 警政署認證的 警察 警政署長自己出來講 張大千的魔爺金色昭竊 你知道他的第一個YES YES 對啦 認證過的 這麼多幅 而且後來警察還真破案 還真的抓到了 但是你知道這些話 剛剛傑民跟你說 衣服多少錢 最近拍賣一副七億 最新的是七億 在那個年代 衣服也都是至少要千萬起掉 聽那時候他說 他好像帶走了快十幾幅 你自己想 你自己想 張金百億耶 張金百億 你自己想 天啊 結果 前面你一定不說 現在這裡有話在哪裡 他應該發了 他幹嘛再去賣冰棒 他有缺甘女兒嗎 如果 你要去幫忙賣冰 這還得了 他一隻眼睛半眼這樣看著你 臉上小孩 手上如果後面都是張大千的話 十幾幅 他恐怕身家不就 甘爹 你馬上叫了 所以那時候大家一定學說 他東西在哪裡 對啊 他後來 他知道認證過了以後 那個要藏 他開始就把他藏在他妹妹 他妹妹也是名人 也是那個竊道竊的名人 他叫黑金城 他妹妹叫黑金鳳 所以他藏在他妹妹家 在錦州街 就離我家很近 就錦州街 那時候好死不死 他妹妹又窩藏 那個十大槍擊要犯 織手 十國良 很久 那七十幾年的十大槍擊 要犯織手 警察呢 中山分局去攻堅 那時候的攻堅 攻堅嘛 你就聽到攻堅還好 攻堅的那個東西 他的攻堅還好 他是看到對方已經走進來的時候 一撲而上 就把他 牙組了 對 他沒有真的去撞門 你那個不是吧 槍擊要犯 手上手榴彈 阿蠟 拔蠟 全部都有 冰冰彰彰的 這當然要攻堅 阿蠟 拔蠟都有 對 有槍有手榴彈 那烏茲槍叫什麼名字 叫烏茲 阿蠟 阿蠟 沒關係 阿蟲 阿蟲 你看他攻堅進去的時候 一定先把他制服 所以燒魚彈什麼的 全部都給他丟進去 警察怎麼會知道 裡面有張大謙 全部都丟丟丟 砰砰砰咻 砰砰砰 你剛剛講幾百啊 一百億 不見了 一負七十幾伏 全部都燒完了 一百億 人犯是抓到了 石大蕭 石國糧落網 報紙就寫幾個字 石國糧落網 但是那五個字價值快一百億 因為全部燒狂光了 所以火燒紙精神沒什麼了解 直接火燒張大謙的話 那後來這經過怎麼樣呢 後來沒辦法 那這些話追不到了 那特金城就進去關了 他就關了 在裡面監獄關了 來來去去 總共關了三次多 四次 總共關了十八年 他在獄中 真的百般無聊 很無聊 這個就是你看 他人家說南偷北道 你看他真的是帥 他叫道帥 道帥我們以前叫 楚留鄉 帥不帥 我要以這個六 他今年六十歲了 六十歲的年紀 他真的是很帥 你看他旁邊 而且他喜歡蒐集這些話 你看那個傑民哥後面那張眼 就是他 你看他還 他現在那個 戴的金光眼鏡都髮白 你可以想他年輕的時候多帥 可是他在監獄 其實導播很刻意的 讓我跟他一起拍 他比我帥 真的不要再把我擺在旁邊的 繼續來 對對對 他在獄中真的百般無聊 但是後來他的練就好幾個東西 他在獄中這些東西 也就是讓他想金盆洗手的關鍵 因為他真的覺得說 所以他覺得我既然把張大謙毀了 那他要知道自己是張大謙 他說 因為他在我公司的附近 找他泡茶聊天 他說連張大謙你都偷過了 金盆哥你還要我能做什麼 就好像譬如說政治 跑政治的 你連歐巴馬這種總統都訪問過 你還要我跑什麼新聞 對啊 真的做政治 就是連這個文山靈寺都取了 這天下還有別的 沒有 下次叫他偷幣卡索 挑戰不可能 不要亂講 罷幅共 好 拉回來 後來他結果怎麼樣 後來他在獄中真的很無聊 他開始練就了幾個功夫 第一個 他以前就是美工細畢業的 所以他開始練畫畫 開始畫畫 自己畫超大謙 他畫畫又練到無聊 你知道他練到什麼 因為每天又 他是左撇子 他畫到真的不知道怎麼辦 很無聊 沒事就練右手 右手練完練左手 他是 你知道 金庸小時候不是一個周伯通 他會左右互搏 他就是 他左手會畫畫右手寫字 他右腦跟左腦可以分別 這個絕對是天才 非常厲害 因為他這個太無聊 所以他在畫畫 他在裡面就做了這本漫畫 牢騷 他裡面是四格漫畫 他裡面是四格漫畫 他就把他在關在裡面的那些經過 他對窗外的那種 那種想像 渴望 全部都出來裡面 譬如說你看他 隨便衣服 你看他在睡覺 你看睡覺 結果有了他的兄弟來找他 這是金庫 結果你看他自己又被抓了 他就是想每天在想像 他畫牢裡面 灌在那個兩坪大小裡面 他每天在過什麼日子 他就把他用筆畫下來 真的太無聊了 我覺得這畫不能給邱太三看到 不能給他看到 因為裡面整個二點多平房子裡面 只有他住他一個人 可是事實不是 二點多平房子裡面住了十幾個人 十幾二十個都有 所以他真的是百般無聊 所以他出來之後 你看他會畫畫 出來之後有一個人就很欣賞他 一樣是畫畫 只有我們這個年代應該要知道的 這個是誰 劉欣欽老師 大神婆 對不對 機器人 七字頭以後比較不會知道他 六字頭的剛才都知道 他就很欣賞他 因為他畫畫左右互佛 他會想說如果我是 我今天是那個張無忌 拜託你只能出來個周伯通 心心相惜 武功一定要對對一下 所以他們兩個現在就變成在一起 那個就發展事業 那所以現在的他就是 劉欣欽就畫他的大神婆給他 然後讓他把他放在他的袋子 上面賣他的冰棒 等一下這個這個冰棒很有意思 這冰棒不是只有冰棒而已 而是上面都有個大神婆 那很明顯這吃的是芒果的 好 那一樣 到底我們來看別的 還有蚵仔的 這蚵仔也是 這個大神婆 然後旁邊是蚵仔 三十塊錢的這個這個冰棒 所以現在黑道大哥在賣冰棒 文創 而且劉欣欽的那個大神婆 不是不是誰跟他談洽談 他都會答應的 一定要經過他的審核 而且要提摩機 劉欣欽老師算是國寶級的 所以他們真的是心心相襲 他也是算黑道界的國寶級 是 幾乎人家沒有人不知道這種 這個人物 他被他為什麼這麼頭痛 你知道嗎 那個報 我覺得這些報紙 這些記者有時候真的是 蠻低估他 他寫說他的偷借生涯 總共偷了四億多的 這個 傑民哥剛剛不是剛算 你當大千億福發多少 七億 現在是七億 怎麼會有四億這種事 當時可能只有幾千萬 不過也是很驚人 他造成警方很大的頭痛 所以他算國寶級的 那現在這兩個國寶在一起 所以他們現在插撞出很多火花 然後他的人生 在這麼多無聊的狀況之下 他現在開始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 他除了這些之外 他現在開始做繪本 所以他現在除了出漫畫之外 賣冰棒 然後現在所有心思都在上面 他在獄中另外一個東西 這句話蠻特別的 就是他面對的這個 那個也是圍籬 那個鐵窗 他想要看外面的世界 所以他下一部要作品 就是開始要把所有在牢裡面 他念過的書 全部把它畫成漫畫 全部畫成漫畫 尤其他他現在跟我講說 你看大哥金盆洗手 你必須要有一個功夫在 所以這個詩先生 我真的不敢乎 你只能再去做原來的 你看他在牢裡面 準備了多少東西 他現在他把那個資質通鑑 看了兩遍半 整部看了兩遍半 牢裡面真的 他準備要畫出資質通鑑 不是 資質通鑑 他已經在做 他把所有的 他在從 他在做什麼 司馬遷第二 他現在還在做第二個 他說司馬遷竟來寫資質通鑑 他把另外一個東西看十幾遍 叫山海經 山海經就是中國的哈利波特 對 他裡面都是一堆怪獸 痴妹 王良 什麼那些都畫在山海經裡面 連吃油也在山海經裡面 所以他覺得只要把山海經 整篇的都畫得出來 就可以做成哈利波特 有鬼 有蛇 有什麼 他就是要把這做成繪本 真的不簡單 我們再看一下 我手上這個冰棒 剛剛跟傑明吃了一根 其實說真的 跟一般冰棒沒什麼差別 可是呢 可是不要小看 因為這邊有個大嬸婆在這上面 好 那麼這個東西呢 基本上來說 這個廣告嫌疑 不好意思 不行 基本上這隻呢 他可以兩個月可以賣到 兩萬多隻 那我算看大概平均 每個月有二十萬的收入 其實也了不起 你知道現在新竹 新竹其實我們知道 新竹有一個就是市博館移過來 但因為現在生意不好 準備要 這可能這個新竹市長 大概是對他瞧不上眼了 是要把它處理一下 可是你不要小看那個東西 裡面其實也有說文創的一些商品 一年下來有幾億的收入 所以文創真的已經改變了 這個未來 到底還有什麼樣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是值得觀察 但是另外一個角度 其實不只如此 事實上有些我們說的更生人 想說我在獄中真的很辛苦 我出來應該要幫助我的兄弟 也都更生了 這種案例也真的出現了 有 而且聽大家講這麼多 其實你有沒有發現說 更生人 其實他出來之後 他並不是不想這個金盆吸收 有時候要看說 社會給不給他這個機會 那我現在講這個例子了 來 大家先看一下他的照片 這個是新竹的這個廖國泰先生 今年四十五歲 你看他的這個樣子 有沒有很忠厚 有沒有很老實 對 很渾遠 對嘛 看起來很好 在那裡 如果去自己應徵 你會不會用它 不會嘛 對不對 沒問題 那先講就是說 大家知道嗎 這個廖先生呢 其實翻開他以前的歷史 其實非常的驚人 他做了什麼事情 你知道嗎 我們剛剛講的 比方說這個可能包倉啦 有沒有包賭不知道 包倉就是說他開印招展 然後放高利貸 然後甚至暴力討債 他什麼都來 然後呢 所以就我們剛剛這樣講那麼多 這種人因為錢很好很好來嘛 那就很好去 酒色財氣 就是那種就怕手這樣子 好了 那後來當然就是因為犯了案 因為他又這個犯罪組織 後來被抓進去 結果呢 在兩年前他出來了 兩年前 對 然後他出來了對不對 那假釋出來要工作吧 是 不過以前的事不能做了嘛 因為他在緩刑期間嘛 所以要精盆洗手 要特別特別乖 他就去應徵 結果呢 本來都好好的 我剛剛講了 長這個樣子 對 中侯老師 中侯老師 有什麼問題嘛 好像很勇氣 很勇氣對不對 只要不要露出大腿的那個 那個農刺性就OK 沒錯 那個穿長褲是可以解決的 結果呢 後來呢 這個廖先生 他非常非常的誠實 他就 好啦 應徵完了之後 他告訴老闆說 我有錢庫 我是更生人 然後講了之後 結果呢 本來那個老闆覺得 感覺啦 那個表情覺得 本來要用他的 用他的 然後就回答一句話 你先等一等訪庭 我再通知你 我跟你講 結束了 就是這樣子 來 傑銘 我跟你講 後來呢 他真的發現說 這個就只有接下來 就是複製的過程 就是你一定是四處碰壁的 他決定說 我來開什麼 搬家公司 可以 而且他立志什麼 我從此之後 我要幫忙兩百個更生人 因為一定都是這種狀況嘛 所以他開了這個搬家公司 有五臺貨車 那你知道他幾個員工 用到現在七十幾個 那其中有五十個以上 你看這樣算一算幾層 八層 對 全部是更生人 是 然後他說其實他的 這個Case還蠻多的 那一般說 更生人來我們家 搬家 很恐怖 後來發現說 其實一般他的客戶 因為他們後來也沒有去 只要不要碰到毒的人都好 碰到毒就麻煩 這些更生人都沒有碰到毒就OK 因為一般的客戶都反映說 他們都很客氣 都蠻驚訝的 你把他劃說 劃說去搬 去搗 什麼 他們都OK 所以他們現在平均下來 一個更生人算一算三萬幾塊 那也不錯 三萬多塊 很好啊 所以我覺得不是沒有機會 只是說你看你自己願不願意放下塗刀 所以真的 這個委員 事實上很多更生人 想要去找一份好的工作 他最大的困境是 只要說我有前科 故事就結束了 政府在這部分 在以前這種事情 怎麼去處理 政府是有很用心 想說這塊能不能做改善 但是我剛剛特別強調 因為其實監獄那邊 有在做所謂的教化教誨 可是他畢竟是一個大膽缸 所以在那邊 有些時候人 有些人可能想說 我應該是洗心革面 但有些人想說 技術再精進 所以有些人小偷去那邊 你為什麼被做技術不精良 所以可能要教他一些方法 其實剛剛我們談到 這個私信先生 去租這個房子 然後房東說 沒有錢付房租 還在吹冷氣 其實對他來講 吹冷氣 這個天津第一 他認知上 這個是小錢 而且是必須這樣做 這是小錢 每個人想法不一樣 對 在這邊講了自己的事情 我到現在 夏天到現在 我還沒有在吹冷氣 晚上睡覺 我還不吹冷氣 為什麼 我是想訓練身體 就想訓練身體 所以傑銘說 我看起來現在比較年輕 所以我再推廣一下 坦白講 可以不吹冷氣 真的 你家就是鹽盤玉 都不用花錢 真的會流汗 鹽盤玉就是會流汗 排毒 所以其實 其實這也沒什麼啦 我其實也沒開冷氣 我都吹電風扇 對 這麼運動 其實 你也好生喔 然後我要講一下 前幾天 我妹妹還有一些助理 到我家裡去 一般都是在辦公室 那天到我家裡去 看他滿身大安 想找那個遙控 幫他開冷氣 找不到遙控你知道嗎 我跟他講說 我真的還沒吹冷 沒有人相信 結果我太太一直找 找到 結果拿出來 雅公沒電 沒有電池表示說 從去年真的 沒有換電池 電池已經結束了 所以 但是我跟你講 這些更生人 或是兄弟 他認為拜託 吹冷氣 那不是我不吹冷氣 那是我要過的生活嗎 所以我講說 這是所謂的認知 還有說他們的價值觀 判斷問題 換句話說 其實政府對這些相關的更生人 我覺得有關心 但是他出了社會之後 這一塊的輔導 追蹤 然後輔助不太夠 剛剛我們看到這個更生人 他請了六七十個 這個更生人 搬家公司 坦白講 我坐在那邊突發奇想 如果我有能力 我會想去開一家 不只是搬家 其實洗車場也可以 我們很多的朋友 一些親戚朋友 本身都更生人 那請他叫他換就好 然後我又是臺中建立的教會志工 容易叫回師 那邊都認識 好 沒關係 我的看法是這樣子 每一個人能夠為這個社會貢獻多少 不管你在哪個位置上 沒有錯 這些人曾經犯錯 做錯事情 這些更生人 就像傑銘所說的 我比較頭痛一點是毒的問題 所以上次發生那個問題 殺媽媽那個問題 我的直覺就是說 毒 毒害了他喪失理智 所以如果毒槍這些沒有解決 我覺得問題會這個一再發生 所以其實要對症下藥 那現在新的法務部長邱太山 也是我們臺中的鄉親 我想有機會碰到他 會跟他做相關的建議 那些犯罪的冤首 冤言 如果你沒有想辦法把他堵住 我告訴你 都是洋湯紙費 沒有辦法伏底抽薪 因為吸得堵之後 其實那鄉親不認 有人說一句笑話 對不起 這個沒有對美女 沒有什麼不敬 有一個吸毒的人跟我們講 說 我跟你講 你不知道怎麼相信 那人 銀頭上來 前面做了一個比林志良 還漂亮美女跟堵 我們會選擇堵 不會選擇林志良 我們根本連碰都不想碰 念志良是那時候 我當鄉長的時候 我還記得 也是有一些在選舉的時候 來幫忙的人 突然跑去找我 你知道嗎 看到我嚇一跳 我坐在裡頭 然後我一看 看他臉神 我就知道說吸毒 我跟你講 那時候一二十年前 吸毒已經很嚴重 現在更嚴重 但是還好 我們的新政府 包括小英總統 我記得他曾經講過 這個問題要解決 要從源頭來進市 你光是抓這些吸毒的人 然後這些小販小咖 我覺得完全不能解決事情 好 所以看起來只要是不是吸毒 其實大家有幫助 其實剛剛這個委員在說的時候 我心裡突發起講 其實政府有很多社會福利金 要是真的這個大哥 他真的幫很多的這個更生人 能夠有份工作 政府其實可以加碼 不是嗎 好 但是不論怎麼樣 有些人想加碼 已經來不及了 其實這一位也算是我們說的 在所謂的模特兒界裡面 算是蠻認真的一位 我們說優秀的這個模特兒 我們知道上次前陣子 有一位模特兒去這個墾丁 就學這個我們說的 美人魚攝影 對 就是我們說的美人魚攝影 就不行 不小心就過世了 好 但是呢 其實好像就得了魔咒一樣 一堆的模特兒就離奇的死亡 而這個案例也很特別 他就工作工作的 哇 就猝死了 而事實上的原因是什麼呢 這到底裡面背後代表什麼意義呢 那他家事也不錯 因為他家的老公 坦白講也不錯 那麼怎麼會有一個模特兒 突然間離奇的死亡呢 我們來看一下 這位模特兒的離奇死亡的VCR 先萬萬萬走 然後再四個一起走 然後你在機場這樣子好不好 對 機場這樣子的東西 節目上拿行李箱走秀 資深迷魔王庭六 雖然被主持人虧仍展現專業 但21號卻傳出不幸消息 證實王庭佑在17號 因為突發動脈血管流破裂 宣告不治 他自己超級公主亂鬧 就是每一天都很想要自己 就是永遠是公主的情境 疼愛女兒的王庭佑 2006年嫁給協業小開張水姐 育有一名九歲愛女 近年退居幕後當秀導 還成立婚固公司 曾籌備六月 陳建州林一辰等人婚禮 工作相當忙碌 沒想到15號上午11點左右 在公司突然昏迷 緊急送往醫院 連日搶救後仍無效 17號晚上7點34分病逝 享年41歲 伊林模特兒公司總經理 陳婉若得知消息後 相當悲痛 在臉書寫上 我愛你 悄念王庭佑 藝人六月也說希望這不是真的 因為還約好要吃飯聚聚 但不止他 就連另一位資深名模黃佩傑 也傳出二號 照片雙酷帥有個性 凱沃前女模黃佩傑 20號晚上包庇家中享年40歲 曾擔任過洪小蕾婚禮伴娘的她 去年還到志平中學 教模特兒課 但兩名模接連離世 也經爆三大恐怖巧合 都是40出頭資深名模接旦出 模特兒界 事前吳玉景 卻都在二十一號報二號 被網友形容是 時尚界最黑暗的一天 走勢消息 事發突然 也讓親友相當悲痛 記者綜合不得 好 你看到最後那一面 她是在這個 我們綜藝節目露出 那種天使般燦爛的笑容 我在講她故事之前 先問一下 文婉你認識她嗎 我認識 其實在那個 就庭佑還沒有 這個就是退居幕後之前 其實她以前就常常上一些 就會上通告這樣子 她給我的印象是 她非常 話很少 可是呢 很就是很乾淨 很閒熟的一個女生 那老實說啦 其實名模界 大家仔細去回想 因為那集剛好是講婚姻 那旁邊有一些名模會講到 就是說可能跟老公有一些衝突 甚至老公外遇什麼的 她是我少見 聽過很多名模裡面 婚姻是非常幸福 她是婚姻幸福的人 怎麼會猝死呢 我們來看一下這是她的之前拍過一張 這個就是畫面 的確看起來名模的架式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那麼回來一件事 這個這個名模架式非常了不起 事實上裡面呢 她還最後結果成為她的這個 她的這個就是婚故 不是婚故 她還成為就是我們說的這些模特兒的顧問 哇 非常了不起 那麼這麼了不起的人 她到底是發生什麼事情呢 人家就說昨天21號是那個模特兒界最黑暗的一天 因為既我們上次有講到 就是剛剛你講的那個顧思瑜 她是伊林的那個名模 她就是拍了那個美人魚攝影 然後後來就不幸的這個就是 有人說是氣喘 然後就反正不幸身亡之後 沒想到才隔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昨天就是又傳出兩個 真的是名模 然後就是在就是相繼不幸身亡的一個造型 那個名模稍微解釋一下 其實這兩個是同時 所以這兩個是不同人 我們剛剛說的 對不同 這是王庭佑 這是另外一位 黃沛田 那都是一樣 就是突然之間猝死的 所以應該是指她 那麼她後來成為就是 她優秀到什麼程度 她便是模特兒的這個 所謂的管理師 指導師 這麼優秀的人 怎麼會四十一歲 四十一歲很年輕 對 她是因為那個血管動脈流破裂 然後據這個媒體的報告是說 因為她是非常臨時 因為她現在她本來是2000年出道 參加一個模特兒大賽 得最佳上進獎 對 所以她蠻有名的 然後後來呢 就是就2006年的時候 她就嫁給她這個協業老公 然後後來就慢慢地淡出了 這個模特兒界 然後變成了秀導 然後秀導後來就是指導一些新進 模特兒走秀 儀態這樣子 然後後來在她老公的支持下 她又開了婚雇公司 然後也接了不少名人的婚禮 包括像黑人啦 六月啦 林依辰啦 對 對 對 比如說昨天這個王庭佑不幸生亡的消息 傳出來之後 像黑人啦 六月啦 他們都有在臉書上 紛紛表示感到哀悼 那再來就是說 因為她這個非常非常臨時 因為那個報紙上 媒體的報告是說 她是在開會的時候 突然就說自己頭暈 然後就整個昏倒 然後昏倒就說 後來是那個血管動脈瀑破裂 所以等於說送到醫院的時候 是已經腦死 根本連手術都來不及 所以而且她才41歲 非常的年輕 而且家庭幸福美滿 還留有一個小孩 那另外一個比較更神奇的是說 另外一個凱沃名模 她叫王佩傑 那事實上她是蠻酷的 然後她也是做了這個資深名模 做很久 同時也是上次那種精品界 非常愛用的名模 因為那個就是說 她氣場很強 然後就是儀態什麼都沒話說 所以受到非常受到精品界的歡迎 可是呢 她就是完全 現在就是警方排除自殺跟他殺的可能 然後她也沒有吸毒 沒有嗑藥 可是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在這個房間裡 就突然暴斃身亡 然後也沒有人知道為什麼她怎麼走 那所以就是說 就是說這兩個 包括這個黃佩傑跟王庭佑 昨天同一天時間傳出二號 所以人家就說是 摩特爾界最黑暗的一天 那最後還有三大恐怖巧合 第一個 這個包括黃佩傑跟王庭佑 他們兩個是昨天同時間 傳出 傳出 是傳出 因為那個黃佩傑 他是昨天過世 昨天暴斃 那王庭佑 其實他是十七號就身亡了 只是說這個消息一直傳到昨天才傳出來 所以昨天二十一號 傳出兩起摩特爾離奇身亡的消息 他的死亡是大家都知道說 我身體不舒服 然後就走了 他也是非常突然 就開會就昏倒了 就是可能工作壓力很大 而他是孤獨死 就是他死了沒人知道 後來才發現到 這是最新的日本用語叫做孤獨死 就是沒有另外一半 然後死的時候 沒人知道 你一定要這樣講我嗎 因為孤獨會死 你有女兒 不算 你有女兒 對 這個是非常特別 你說同時間兩大名模 就這樣子走了 所以那個網友 就是那個媒體報導說 他們有三大巧合 第一個就是他們兩個都是資深名模 然後第二個就是 現在已經都淡出了這個摩特爾界 然後第三個就是昨天二十一號 陸續傳出這兩個人 就是身亡的消息 所以網友才會說 昨天真的是名模屆 最黑暗的一天 好 不只如此 其實我們說這些所謂的演藝人人 生活中絕對不是想像 那麼光鮮亮麗 不過我還是要看一下 這位王庭友 可能大家對他很陌生 那吉民稍微搜尋一下 因為你知道 吉民是這個股票 這個投資出現 他也理財 而且他之前最低的時候 一個月的收入只有兩千塊 原來摩特爾的這個收入 真的非常的不順利 從兩千塊到七八萬都有 所以他有個特質 就是七八萬有的時候 就去買東西買得很開心 得到兩個月 一個月剩兩千塊之後 就去刷卡 一直在負債 後來覺得一件事情 理財真的很重要 所以順便打個廣告 理財真的很重要 但是其實他後來 他轉型到這個婚固公司 有一個人非常愛他 叫黑人 這是黑人 這是王庭佑 跟他的太太 飯飯 他們當時的婚固 也是由他來這個負責 他說巨細米遺 每個細節 每個 每個都幫你想到好 那時候黑人跟這個 飯飯感恩到不行 對 這個算是轉業 非常成功 你知道嗎 傑銘 我們聽到說凱臥 或者是伊林 很大的 摩特爾公司 對不對 進去 那一定就是飛上 枝頭當鳳凰了嘛 就等於是 銘就等於利嘛 沒錯 我後來就是前陣子有機會 跟三個小鮮肉一起上節目 他們都是來自於凱臥 那你知道嗎 你一聽你真的會嚇到 你知道嗎 他們一字排開是上千人 我跟你講上千人 是 你以為就檯面上那幾個 是上千人在公司裡面 他一個case進來 是要招標的耶 他是大家要去競爭的 所以我那個 那時候聽到有一個 那個摩特爾將近三十歲 他說他好的時候 你聽喔 好的時候收入五萬塊 那不怎麼樣 不怎麼樣 沒有 可是對 傑銘 你知道嗎 那個關鍵字是好的時候五萬 那他好的時候七八萬算厲害的 算厲害 可是我剛剛講 是說一個月還是一天 一個月 增多週少 就是說你可以直接進來 是很多人去標這個工作的 是 或許就這個原因 就是因為他在這種所謂的 迷摩界裡面是壓力很大 所以他非常認真 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當時現在傳的最多 就是當時他這張非常迫時 讓人家覺得風采非常好的一張 很遺憾他走了 不過我們懷念一下 這他幾張相片 這張轉型成為所謂的婚戶公司 從所謂的名模轉型 成這個優秀的企業家 這張相片讓人家覺得印象 印象很深刻 最後結果是什麼 四十一歲就走人了 真是令人不勝唏嘘 最後一張相片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陽光 跟燦爛 講到這邊 你還記得另外一個人嗎 這個也是所謂的八點檔重量級日本 就是不是日本說的 臺語的明星 他是誰呢 他叫做孟廣立 你還記得嗎 孟廷立你還記得嗎 好 這個對不起 這是一個很不幸的事情 當時他也是這個戲演到一半 突然之間就走人了 那麼走人還有一段曲折 等我問問看 這個時期 這曲折到底怎麼回事 好了 如果你對他印象不是很深刻 我們再看這一張 拿嘎戲拿命拼一口氣演兩個八點檔 這是他的其中一個畫 這個畫面 好 如果你對他還是很陌生的話 那這一張就 這張就讓我想起他了 因為傑銘不思常 愛看電視 這個演這個反叛角色 一眼就知道 非常成功的一位小姐 時期孟廷立 他當時也是因為嘎戲嘎到一半 突然之間就在男主角的懷裡面 就休克了 休克了 對 我們常常看到說 電視上面 譬如說名模啦 譬如說演員 看起來都漂漂亮亮 光鮮亮麗 其實他們的競爭非常激烈 所以導致他們的工作 時間可能很長 壓力也其實蠻大 今年初而已 今年初一月底的時候 發生的孟廷立的事件 他其實那時候就在拍本土劇 那大家也都知道說 本土劇 其實有一個比較 比較讓大家覺得 怎麼這麼沒人心的地方 是他的劇本 可能當天才出來 所以你就馬上拿到劇本 要趕快寫 不是 趕快演 然後所以當天晚上 或者是明天晚上 他就要上檔 就要播了 所以那個時間的壓縮 非常非常的緊 一直在感性 聽起來 各位真的要要注意身體 因為我們的腳本 都是在一個小時前才給各位 所以壓力很大 但本土劇 因為他們那個一天 要演一個半到兩個小時 非常長 那所以導致說 他們變成完全沒有時間休息 結果那天 大家記不記得今年冬天的時候 極端氣候 臺北還下雪 所以說今年的冬天特別冷 然後夏天特別熱 好 就在這個寒流來的時候 一月底的時候 孟提莉那天就在嘎戲 他嘎戲 那天的戲裡面的劇情 是說他要 他演個媽媽 媽媽要到這個廟裡面 去幫兒子祈福 希望聽後悲 趕快幫我找到兒子 讓他學好 不要做壞事 然後外面下著大雨 所以他一方面要去廟裡面祈福 然後走出來的時候 要淋著大雨 祈求聽天公伯 拜託 可以顯顯靈幫幫我 結果他就在淋著雨的時候 對著天公伯呼喊的時候呢 就要演哭戲 結果沒有想到 然後他這樣尖叫著哭喊著淋著雨的戲 演完之後立刻昏倒 那戲很費力 對 然後很費力 然後大家還想說 我要演得真入戲 怎麼演技這麼好 還真的可能是太耗力氣 然後天氣又冷 貪軟 然後又下雨 淋雨 而且又工作時間超市 對 後來結果發現不對 他真的昏迷了 那所以導演還喊咖 然後他就倒在另外一個演員的懷裡 然後大家剛開始還想說真的很入戲 結果後來發現 他是真的昏迷之後 發覺事情大條了 趕快急救 急救 導演幫他急救 就幫他做心肺復甦 然後一方面也趕快這個打電話叫救護車 好 那結果幫他這個做心肺復甦 然後救護車來了之後 接手做 一直做 做了四十分鐘 也就是說一般通常這種急救過程 大概是就三十分鐘 可是夢庭夜狀況 好像也還就 還可以在 再持續把時間拉長 感覺上沒有這麼快的 就這個沒有回應 那所以就做了四十分鐘 好 命救回來了 可是他的昏迷指數只剩下三 也就是說他就毫無意識 然後就躺在醫院裡面 所以當時他的弟弟還出來說 希望大家可以幫忙欺負 然後姐姐可能也因為感性 然後前陣子身體不好 有感冒 然後抵抗力可能也弱 然後又碰到這麼激情的一個戲 然後天氣又不是很好的狀況底下 才導致他說在演完了 這場戲之後 結果就昏迷了 結果他撐了十二天 結果還是很不幸的走了 那所以當時 大家就有一大串的檢討 就是說 台灣的本土戲 可不可以不要這樣子壓榨演員 他們就像剛剛文婉講的 不只是名模他們的競爭極為激烈 所以一字排開 可能有上千人在競爭一個角色 對 本土劇也是啊 你如果今天不熬夜 你不要演 你覺得太累了 太辛苦了 很抱歉 後面一排人在等著演 對 要接演的人還很多 所以你演不演 你要不要賺這個錢 大家拚了命的要賺嘛 那所以冬天率最高 就是一天以上沒有睡覺 天啊 你說像我們這種 一般已經有年紀的人 一天不睡覺 怎麼撐啊 你說年輕的時候 熬夜 我們去這個外面玩 跟朋友夜衝 年輕的時候還可以 有一點歲數的人 你說要熬夜 就已經很困難了 他還是連續二十四小時 還撐到第二天 持續的在拍戲 你說一般人怎麼受得了 所以你知道我們現在台語劇 對我們壓力很大 現在遇到中國的劇 不斷進來 還有韓劇過來 然後台語劇 這個時候在裡面要殺出重圍 這些演員為臺灣的文化 拼成這副德性 不要說別人 我看起來這位 就是我們說孟廷偉 他跟我的年紀 應該差不多 都是五十歲 潔平現在十點鐘 準時就請 撐不住了 那個撐到十一點 就已經我大概更早 我大概大我半年而已 他大概九點半就已經睡覺了 所以真的不能撐 可是你知道臺灣競爭 距離到這個程度 我要問一下這個文婉 其實真的一百六十 他年輕的時候 一百六十五公分 長得真的很 六十八 長得這麼迷人 真的是為臺灣戲劇拚了 潔平 你知道 那我跟你說他幾歲好了 他一九六五年 跟我同年次 那大概就是 對 大概今年五十好幾 好幾 那他那個時間 先講 這個小孟走的時候 那個時間也就是圍貫大樓倒塌的時候 所以他是前後時間很近 那個孟廷利是小年夜走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很多新聞是蓋過 因為臺灣圍貫那個是每天 因為我們大家都在關心的 可是在那個時刻的時候 孟廷利走了 那其實孟廷利 就是剛剛傑銘講 他一百六十八公分 非常漂亮 因為我認識他的時候 非常早期 他呢 不是大家剛剛在這個畫面上面 連續去裡面看已經發發胖了 因為他後來有子宮肌瘤的問題 然後整個荷爾蒙是失調的 所以他胖了十幾公斤 女生荷爾蒙是很容易 對發胖 不是極速的瘦 是 就是極速的胖 對 然後他其實非常 那個身材非常高挑 然後又瘦 當年很漂亮 他其實當過兩年的護士 他是護士出身的 然後後來因為兼差他當模特兒 那一走上舞臺 大家真的真的驚為天人 因為太漂亮 真的很亮眼 對 這個是後來拍戲的時候了 然後呢 可是他呢 曾經一度 他覺得因為演藝工作 本來大家都知道比較不穩定 那他曾經在大概十幾年前 在天母有開過一個眼鏡店 我那時候還去採訪 那感覺我覺得他那個樣子架勢 就是一個女強人 我覺得非常有可能成功 可是藝人好像對於這個 就副業就有一個魔咒 他後來沒多久 就是他投了大概有兩百萬 可是後來就是 開眼鏡公司嘛 對 就是那個眼鏡 就是一個店面很漂亮 在天母 到那邊的電租 各方面其實壓力很大 可是我覺得以知名度來講 各方面應該是有可能起來 後來沒有起來 那沒有起來就開始負債 其實壓力是大的 可是孟廷麗呢 老實講 他真的不會講台語的人 他是標準的一個國語 那後來呢 因為後來大家知道 從臺灣霹靂火開始 其實整個本土地就往上 煩惱會跟別人一湯鐵油 對 就是陳佳榮那個時期 就是秦陽那個時期 好 那那個開始起飛的時候 你要有飯碗怎麼辦 除了時期剛剛講的 你除了要有驚人的體力以外 就要他拚嘛 以外 你一定要練台語 所以呢 其實孟廷麗他真的一口喊破 他就完全不會的人 他從這個開始聽 然後錄音開始學 一句一句 到後來本來講台語是會被笑的 真的阿公阿嬤你聽到台語的跌倒 到最后 很厲害 你看他後來出事之前 這兩部那個就是無線台 這樣子嘎的 這樣嘎過來 可是你知道嗎 從天台詩跟民視嘛 因為我後來曾經去客傳過八點檔 就是最近最新的 什麼干未人生還有世間情 其實我們我們真的 其實就是只是耳聞 就是說很難對不對 我跟你講真難 他不是人幹的 待會再跟大家分享 所以我知道為什麼 小夢那個什麼 那個劇本來 那個壓力是大到 因為你馬上不是說 我們有時候時期在講話 有志在講話 我們可以看一看 有沒有看看 因為我們至少 我們跑過新聞有底子 我們知道我們要講什麼 可是他劇本來 你要每一字不差 那你如果台語又不好的人 你要去翻譯 可是我後期的事情是 他單身 然後當時的店面的負債 也都還清了 幹嘛這麼拚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這個我覺得 就是因為他下面有三個弟弟 一個妹妹 所以當時其實孟廷立出事 走的時候 就是開始就有一些網友 就開始踏罰說 奇怪 怎麼說在那邊要扛起家計 所以壓力很大 所以要沒日沒夜的 趕快連命都沒有了 拜託 其實他就說 你們這些弟弟妹妹 在做什麼 對不對 你不是沒有弟弟妹妹 可以幫忙 大家都開始踏罰 踏罰 後來弟弟就說你們弄錯了 因為他有一個弟弟 就是其實演藝圈 或者是一般家裡面的人 都有一個狀態 就是說單身的人 或者比較有能力的人 或者是說 比較有一點點經濟 經濟狀況OK的人 其實會負擔比較多 那因為後來他有個弟弟 就是就是單親 然後要養幾個小孩 其實本來壓力就大 所以他們等於是兄弟姐妹之間的一個默契 因為曾經你剛剛不是提到那個小夢 他有負債的時候嗎 那時候是弟弟負比較多 對啊 所以啊 加減嘛 所以嘛 後來是弟弟後來壓力大 因為要養小孩 因為他弟弟是單親爸爸 對 那所以是不是就姐姐 你狀況比較好的時候 那換你付多一點 所以這個是姐弟之間的默契 可是外界的人不知道 就開始亂罵一通 所以弟弟後來有出來 曾經他說不是這回事的 是的 我說真的家家有本難念經 我們知道在這個臺灣的這個 我們演藝市場裡面 確實很競爭 接下來要談這一位呢 可能是我們這些熟寧男人 心目中的女神 因為他只要擺出他的那個pose 就是他的那個跳舞的pose 大概我們每個男生都真的女神 那而且他還跑過三鐵 這個三象 鐵人三象 鐵人三象 不是三鐵 是鐵人三象 哇 不簡單 而且最不簡單是我們來看這畫面 她是誰呢 來 女神出現 她叫做侯怡君 剛剛在畫面的時候 其實她有跟這個 跟剛才的孟婷莉 有同時間出現 她是誰 她是這個著名的侯怡君 這個是她拍這個胸罩的 看起來真的是讓很多熟年男人 真的也口水溜出來 對 你看那個有字眼睛 都看到那個受不了 她為什麼提她呢 我要說一句話 其實真的是每個人家裡都有一件難解的這個 就是難說的故事 她曾經月落五十萬 但是負擔你想像不到的壓力 她的父親 她的母親有點智能的問題 她父親身體也不好 這個走路也不順 她是誰呢 就講的這個侯怡君 這故事到底怎麼回事 剛才那個文婉姐在講 孟婷莉要照顧家裡 她也是差不多 為什麼她也是差不多 她一個月家裡的開銷五十萬 你會想說五十萬 怎麼會這麼多 對不對 因為她兩個弟弟在國外讀書 然後她爸爸又遺傳性 那種所謂的夜盲症 然後最近她父親的眼睛 好像是真的完全幾乎是看不到 為什麼會這樣 因為那是遺傳性的嘛 那加上二零零八年的時候 她母親就出車禍傷到大腦 所以右腦那邊的智力 就開始有個問題 她那時候正在準備紅的時候 因為她一九九九年出道的時候 她本來在友台 都當一個小助理 然後慢慢穿好慢慢穿好 她是我們南投的水利那些人 水利出美女 對對對 然後她那時候忙到 為了嘎鬧五十萬 你知道多可憐嗎 第一個 因為每個月家裡就是要五十萬 就是開銷 當然最近好了 因為弟弟已經學成歸國 一個月只要二十萬 是 那時候五十萬一個月 說他要繳那個房租 房租 你想說房租那有什麼難的 你一個月都可以賺五十萬的 你以為我去打個招 他現在單身嗎 當然單身 單身 對 曾經一度 二度 差點結婚 所以可以想他真的為了他的父親 為了他的弟弟 為了他的媽媽 真的是所有都聽下去了 對 然後為了繳房租 還要去跟朋友借錢 我一個月賺五十萬 全部拿回家 天啊 而且他就用每天就只吃泡麵 因為泡麵大家知道嘛 我這次買一生什麼桶叉麵 我就可以吃很久 他就每天吃那個 你想他要耗體力 因為他最厲害的是什麼 國標舞 對 還有相關的舞蹈 是要耗體力的 可是每天只吃泡麵 結果他回去 對他媽媽多好 過年包 包都包很大 他媽媽還會穿著穿著 真的很孝順 對對對 可是他媽媽的智力 真的後退 他只記得說 小時候這跟這個 跟侯怡君講說 不要跟弟弟搶玩具 還會跟弟弟搶玩具 會咬他弟弟 他媽媽只記得這些事 我們看到這些偉大的藝人 後面真的是許多艱辛的事情 但是不要忘記 這一位在我們的心目中 他也是一個怎麼樣 叫做臺灣的兵棋部 他是誰 逼咖人生 王彩樺 來 最著名的畫面 叫做Bobby 他也是有辛酸食 他在牛肉場裡面有演出 故事如何精采 廣告之後 跟你講講看 王彩樺 不簡單 你怎麼看 就是他 他誤會 他就有他的 他就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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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